這太麻煩了 他直接修法 修選法法 韓國瑜不得參選2020總統 這問題不是解決了嗎 對不對 他幹嘛拐彎抹角了 而且你會發現民進黨很忙 比牛仔還忙 大家記得嗎 之前要修什麼 沒多少錢要修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要把兩岸協議設高門檻 三道手 對 有三道手 這個是金氏世界紀錄 因為他比修憲 協議竟然比修憲還困難 這史無前例的 然後現在又要修選法法 為了要卡韓 要把罷免跟總統選舉 可以放在同一天 你為了韓國瑜 可以這樣大費周章來修法 這個不是因人設施 這叫因人修法 韓國瑜到底有多大本事 要讓你們嚇得這樣屁滾尿流 我真的覺得 你們真的太誇張了 就是說政治沒有人這樣玩的 總是有個紅線在 政治會有攻防 可是你這麼針對性的 對某一個人 甚至用修法的方式來做 我覺得這已經超越 超越我們可以理解的範圍了 再來上一題 其實大家有一題 有一個點沒有關注到的 大家知道農糧署署長胡中醫 他是行政院的三級機關 我簡單講他就是事務官 事務官是要適用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法的規範 他嚴格講他不能參與這種 所謂的比較政治性的事務 現在連打韓國瑜他都出手了 叫韓國瑜去賣芭樂等等 我覺得這個胡中醫 非常非常不適任 他不適任以外 還代表了現在民進黨 從黨道上 我不是講了嗎 現在民進黨是 大概是最團結的時候 為了要對抗韓國瑜 你想想看 我覺得你政務官 如果你為了政策 為了政治的目的 來修理韓國瑜 那就罷了 你現在連事務官都要脫下手 脫下水 大家還記得嗎 前一陣子還有什麼 還有國軍的職業軍人 也出來挺蔡英文 再往前還有外交官 也出來要怎麼樣 也挺什麼蔡英文 都在做一些政治表態 我覺得民進黨執政 如果你拿不出成績就算了 你現在甚至把公務人員 應該要行政中立的部分 通通給什麼 通通給脫下水 對 我覺得這對於 整個的文官體制 是極大極大的破壞 最後我要講 韓國瑜在大陸講的中華民國 他在市議會 也說他拒絕一國兩制 我不曉得民進黨 現在到底還要再反韓什麼 最後我要講 當民進黨這一些縣市首長 或官員到大陸去的時候 他不是一直在虧韓國瑜 說你要講中華民國 要講總統什麼 我請問民進黨的這些官員 你到大陸去 建立這些大陸官員的 中共的官員的時候 你有把你的台獨黨 剛剛講出來嗎 你有把台灣前途絕一文 民進黨信奉的價值跟理想 有講出來嗎 沒有 所以兩套標準 你就是這樣 就凸顯民進黨的無能 其實我們高雄市民進黨 其實這些議員 當然國民黨也一樣 無黨極議員 其實我看他們的表現 他們都很認真 很優秀 我當初會送柯文哲龍袍 其實是因為柯文哲 他自稱他是真命天子 而且他一向 他的思想裡面 他就是崇拜雍正 毛澤東那種很威權專制的 所以我送他龍袍 我是給柯文哲一種心理治療 很奇怪 過去我送柯文哲很多東西 他大概當天就返還回來 只有那個龍袍 我送他 他收走了 他過三天才還我 我以為他到現在還沒還你 我在想他真的可能 真的那兩三天可能就穿著 真的是很需要穿著 像他最近他在說他都睡不著 要吃安眠藥才睡 我就說你再來把這一套龍袍拿去 穿著龍袍睡 保證一夜好眠 一覺到天亮 就不必吃安眠藥 不 我那一套龍袍 其實我是全套的 是你借給高雄市議員嗎 他們沒跟我借 其實我那一套是全套的 不但龍袍 而且還有龍袍 連辮子都綁好了 所以其實我那一套是很完整 但是我覺得 昨天這樣的質詢 在我看其實很好 這是一種溝通 你看 讓韓國瑜有再一次的機會 糟告天下 他還摸著人心臟這邊說 這個他絕對 他絕對不接受一國兩制 所以這很好 這很好 我們既然是一家人 我們是一家人 你看在睡前對不對 爸爸媽媽都會問 你愛不愛爸爸媽媽 小孩子怎麼樣說 我愛爸爸 我愛媽媽 這一定的 不能說已經知道 爸爸媽媽就是愛小孩 小孩就愛爸爸媽媽 他就可以省去這一套不出 你是說高雄市議員 是做球給韓國瑜 對 其實這非常的正面 非常的正面 口氣好像不是 現場的口氣好像不是這樣 他演得很像 當然 當然是這樣子